很多人他梦想去美国 白天想夜里哭 天天做着美国梦 但也有人他梦想炸掉美国 拆了自由女神 烧掉帝国大厦 把纽约烧成灰 把美国变成丑国 不出意外 这个人正是希特勒 他曾下令帝国空军 起造一部计划 叫做美国轰炸机 目的是制造几款航程 逼近一万公里 能拉三吨五吨炸弹的 跨洋战略轰炸机 对纽约华盛顿进行报复性大轰炸 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 起初的万里航程轰炸机 到之后各种奇迹武器 甚至航天飞机 这期咱就来聊聊 元首的美国梦是怎么破灭的 希特勒的美国梦扬发于30年代 当时西方飞机制造商 已经开始设计 能够往返欧美横跨北大西洋的飞机 后来梅塞史密特 推出的梅塞史密特264远程侦察机 并把原型机展示给希特勒看 一下就打开了他 轰炸美国的思路 到1940年 欧洲战事闪电恶化 美国担心英国如果也跟着积极了 那以后等美国需要对德开战的时候 没了英国这跳板 美国陆军航空队 就不能轰炸德国本土了 所以美国半路超车 整出了个B36轰炸机计划 B36是美国陆空 设想制造的一款洲际轰炸机 它的理论航程高达9200公里 可以从加拿大的大西洋四省 直抵玻雷 最大升限14000米 时速突破443公里 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 螺旋桨发动机的极限 虽然几乎不可能实现 高调展示了方案细节 目的就是吓唬吓唬希特勒 元首知晓之后又是清精爆起 他可能想 到底谁是战争狂人 明明是我炸你 你倒先准备炸我了 这么看不起我 喷巧在同一时间 美国又甩给了英国50条驱逐舰 还允许英国用海外基地 来兑换美国物资 这两件事堆一起 瞬间惹毛了希特勒 此时他的怒气值拉到了50 希特勒咆哮着 把戈林叫过来商量 戈林就很理智 他说我们的飞机不太行 但如果我们能控制葡萄牙的亚索尔群岛 那里的岛屿 最近距离纽约也就3400公里 届时炸掉自由女神 实现美国梦不在话下 戈林这番话给希特勒再度燃起了斗志 他立即通电葡萄牙头子萨拉查 暗示要在亚索尔群岛上 修建一个空军基地 葡萄牙这个国家的二战前期 和西班牙差不多 都打着伪中立的幌子 暗中跟德国搞暧昧 所以萨拉查也就默许了希特勒的要求 正当元首高兴着的 美国关键时刻雷霆出手 罗斯福对着媒体喊话说 纳粹如果占领了亚索尔群岛 会危及美国安全 接着他又命令陆海空商量对策 最终在1941年5月 制定出了灰色战争计划 计划等希特勒万一登岛休机场 美国将派遣 2.8万名士兵立即夺回亚索尔 在美国的巨大牙底下 葡萄牙怂了 希特勒却急了 他怒气值顿时拉到60 他怒不可遏 歇斯底里 一口气喊来的梅塞德斯·史密特 荣克斯 还有福克沃尔夫 霍顿兄弟 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造出一款飞机 能够覆盖纽约 费城 华盛顿 还要能够炸掉美国的 克莱斯勒 克尔特 普惠 比斯赖特等等 大西洋沿岸的所有工厂 虽然各大飞机制造厂 答应了希特勒 可技术难度太大了 连实验机都造不出来 进入1942年 美国正式加入了二战 日本为了报复杜利特 空袭东京 也推出了一个 中岛G-10N方案 计划设计一款 超远程轰炸机 从千岛出发 轰炸美国西海岸 然后继续向前飞 越过大西洋 降落在维西法国 虽然鬼子这计划 天方夜谭 但唬住了美国 而且同时期 鬼子一艘潜艇 还拉着一架零式战机 在俄勒冈州 投下了两个燃烧弹 引发了剧烈的山火 这给美国人吓得一哆嗦 鬼子敬村了 他们直接整出了一个航空队 大约三万人参与 彻夜预警 看人家日本人这么容易 就把火烧到了美国 再看看自己家这几个飞机场 迟迟没有动静 希特勒顿时又发飙了 怒气值拉到了70 他强令空军部 在半个月内整出一份 北美轰炸机计划 他巴不得马上就烧了白宫 这个计划雄心勃勃 企图把亚素岛抢过来 然后以此为基地 对北美21个军事目标 还有东海岸的33座城市 展开大轰炸 可让希特勒气到贪软的事 这计划刚一出炉 就被英美给截糊了 作为反击 美国在东海岸160公里外 设置了防空识别区 并且美国还同时订购了 100架B36轰炸机 明摆着告诉元首 来互相毁灭啊 谁怕谁啊 这本来就能给希特勒气个半死了 没想到这会儿 葡萄牙还出卖德国 他背后捅刀 把亚素尔租给了英美 元首的怒气值 直接蹦到了90 后槽牙都咬成粉末了 但没过多久 1943年初 他的希望又来了 这时候 梅赛史密特264和戎克390 纷纷实现了技术突破 特别是戎克390 已经很成功了 他一架飞机的体积 竟然接近两架B29 你说夸张不 可飞机快有了 时间又不够了 1943年 西线 北非 南欧 各种噩耗传来 东线又输了斯大林格勒 脚链正在收紧 以至于到1944年1月 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 德国最缺的还是时间 当时德军第五远程 侦察大队的一架戎克390 经过32小时长途飞行 已经飞抵纽约北部 美国梦眼看就要实现了 但战争已经输了 大西洋海拳被英国咬住 德国拿不下亚苏尔 西欧靠近北美的机场 也被炸得差不多了 一想到这里 希特勒他人都疯了 怒气值来到了一板 直接拉板 据施佩尔的施帕奈奥 秘密日记对元首的描述 当他向我们描述 纽约将如何化为灰烬时 他几乎像是在发狂 他想象摩天大楼 将如何变成燃烧的巨大火炬 他们将如何倒塌 而火焰将照亮暗夜的天气线 可见元首这真疯了 已经开始幻想了 一次次希望重燃 一次次希望破灭 跟人神让估计的受不了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 转而选择更疯狂的方案 奇迹武器 首先是福克沃尔夫的 TA400超级轰炸机 航程直接破了9000公里 但太烧钱被砍掉了 接着是这边Walker 压轨道火箭轰炸机 之前讲过的 银鸟这家伙就是 现代航天飞机的鼻祖 它将以最高2.1万公里的 惊人时速横跨大西洋 把超过4吨中的炸药 砸到美国 但时间太短了 只研究到了理论阶段 此外还要跟B-2轰炸机 外形很像的霍盾R-9 四喷重型战略轰炸机 荣克488 还有几乎就要研制成功的 四引擎的亨克尔277 以及A9、A10、A11、A12 洲际弹道导弹等等 虽然到后面这些都失败了 但元首却进一步发疯 它甚至要效仿鬼子的 神风特工队 让奔驰航发射击师 弗里茨·纳林格 开发出一款多引擎母机 母机下面拉一个小飞机 就像鬼子的樱花弹 等飞机靠近北美 就释放小飞机 然后向纽约发起自杀攻击 然而这韩人失败了 美国梦始终遥不可及 希特勒这些努力 飞弹没有伤及纽约半根毫毛 反而在战后 都转化成了美国的科技财产 所以咱不妨覆黑一点看二战 为啥德国这么多黑科技 这么多技术突破 我想这里面有很大一笔原因 是被美国弃的 百万百搭正在加急制作 观众们无需着急 有问题正常提问 这里是全线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